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74天 祝福的管道 你是否希望能够改变身边人的生活? 在电视真人秀《神秘大富翁》中 一位名叫凯文格兰的基督徒亿万富翁 希望找到捐助对象 最终格兰把十万美元捐给了一个专门服务流浪汉 青少年吸毒者以及残障儿童的福利机构 面对这笔捐款 受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先是惊得不知所措 随后便欢喜雀跃 有了这笔钱 他们就能开展更多救援项目 拯救更多人 格兰之所以选择这家机构 是因为他们能将祝福传递给别人 但整个节目最发人深省的一点 是凯文格兰的改变 通过祝福他人 格兰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喜悦 他说他的人生将从此不同 耶稣的话是对的 施比受更有福 阿奇寇爱茨是圣彼得布朗顿教堂的主任牧师 他曾说希望自己的教会成为祝福的管道 毫无疑问 无论是教会还是个人 基督徒的使命正在于此 今天的经文表明 你要如何成为祝福的管道 诗篇115篇12-18节 神是祝福的源头 正因为神祝福了你 你才能给他人带去祝福 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神乐意祝福你 世人曾一遍遍重复这个主题 在短短一首诗中 他五次提到 神将如何祝福我们 神不是亿万富翁 祂是造天地之耶和华 天是耶和华的天 因为慷慨 神把地给了世人 神愿意施恩于我们 对于神的祝福 我们理当感谢赞美 我们要称颂耶和华 从今时直到永远 赞美耶和华 主啊 我对你感激不尽 感谢你 在基督耶稣里 你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新约圣经 菲利比书二章十二到三十节 成为祝福的管道 你该如何在实际生活中 祝福他人呢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希望你像他一样 乐于施舍 在得救这件事上 你也有责任 即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看到神的恩典 但归根结底 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有些人不愿把未来交给神 原因是害怕神 会让他们做自己不情愿的事 或者把他们的生活搞砸 这种想法毫无根据 近乎荒谬 如果你真的降服于神 神就会改变你的心智 让他与神的呼召同步 如果神呼召你去服侍穷人 这就定然会成为你的心愿 如果他呼召你去当老师 教书就会变成你的理想 只要你愿意降服于神 神就能在你身上 成就他的美意 神对你的旨意是美好的 神的道路不一定轻松容易 但你无需改善他的计划 神一定会给你所需的能力 这些经历都是神的 他们就蕴藏在你里面 神自会在你心中做工 让你在所行之事上 带给他最大的喜乐 保罗深知成为祝福的管道 有多快乐 他写道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为 在这弯曲背拗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你拥有无上特权 不仅仅是给人金钱 像格兰那样 而是把生命的道 分享给他人 灵力已死的人 因为遇到耶稣 而得以重生 再没有什么 比见证这样的神迹 更令人欣喜的了 为此 保罗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焦垫在其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接下来 保罗向菲利比信徒 分享了两个朋友的例子 告诉他们 怎样才能成为祝福的管道 第一 实实在在关心他人 提摩泰是保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保罗常在信里提到他 提摩泰对保罗极其忠诚 给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保罗说 提摩泰带我像儿子带父亲一样 保罗如此称赞提摩泰 他与我同心 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与提摩泰相比 很多人都只求自保 甚至离保罗而去 他们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提摩泰之所以能成为祝福的管道 是因为他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他对菲利比信徒的关心 是实实在在的 且有明证 保罗说 提摩泰兴旺福音 与我同劳 带我像儿子带父亲一样 第二 显出勇气 以巴弗提也是保罗和菲利比教会的挚友 他不但在大事显出了品格 在小事上也表明自己有多么忠诚和无私 而通常 从小事上更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以巴弗提一度病重 甚至生命垂危 但他似乎并不为自己的身体状况焦虑 而是担心菲利比教会因他的病情难过 其实 很多人都像以巴弗提这样 当他们生病时 更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 害怕成为家人或朋友的负担 保罗称以巴弗提是自己的兄弟 同工和战友 他甚至一度为了保罗的缘故 几乎致死 不顾性命 这句话执意出来就是 甘愿拿性命做赌注 在初代教会 有一个自称为赌徒的基督徒社团 他们专门给病人和犯人传福音 塞浦瑞恩 时任卡斯植地区的主教 当时瘟疫横行 城里的人纷纷远离 而塞浦瑞恩和他的同工们 表现出非凡勇气 他们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 他们不眠不休 掩埋死人 照顾病患 最终拯救了整座城市 保罗被关在监狱中 身负杀头的重罪 帮助保罗 就等于拿生命做赌注 但以巴弗提表现出了非凡勇气 他成为保罗的挚友 是祝福的管道 主啊 请帮助我不要扣出怨言 不要和人争论 而是把生命的道分享给他们 旧约圣经 耶利米书 二章三十一节 到四章第九节 行在蒙福的道路上 你若与神同行 就会享受美好的祝福 而且你周围的人 也会跟着享福 列国必因耶和华 称自己为有福 先知耶利米 规劝人们速速转向神 神希望祝福你 耶和华说 以色列啊 你若回来归向我 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 你就不被迁移 你必凭诚实 公平 公义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 也必因他夸耀 神渴望祝福 以色列人和列国 但前提是 他们要回转 寻求神 耶利米警告离弃神 转而拜偶像的人 你的衣襟上 有无辜穷人的血 神还斥责 以色列人的不忠 但你和许多亲爱的 行邪引 神一次次邀请以色列人回转 回来吧 不忠的以色列 我满有怜悯 我必赐你好牧人 他要照着我的心意 以知识和通达来引领你 我深愿爱你 就像爱我的孩子 赐你卧土良田为基业 我以为你会称我为父 且永远不会背弃我 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 而非你的外貌 你无法在神面前伪装 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 不过是假意归我 神归劝他的子民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当自行割礼 归耶和华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即便在旧约圣经中 神也表明 心里的割离 也就是全心全意 尾身于神 才是他所看重的 如果你在任何方面 背离了神 你的心应该即刻回转 主啊 今天我要把自己的一切 都奉献给你 时间 金钱 财产 以及所有 感谢你愿意祝福我 也希望通过我来祝福他人 今天 请帮助我成为祝福的管道 佩博的补充 费力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谓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一点怨言都不能有 还要无可指摘 我还有待提高啊 今日金句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菲利比书二章十四节